欢迎收看台湾顾问团 我想这个周末用举国欢腾来形容 真是一点都不为过 因为台湾的女网好手谢淑薇 还有大陆的女将彭帅搭档 他们在这一次温布敦网球赛打出惊奇 摘下了女双冠军 当然在振奋人心的同时 我们还要更加振作 也就是说要思考的是下一步是什么 那么当然包括谢淑薇 还要自己想她自己的下一步 以及我们国家政策的下一步 还有体育政策国家人才的下一步 又在哪里呢 如今已经传出了有大陆的厂商 要高薪挖角谢淑薇转集 那么这当前也凸显出台湾的选手 陷入什么样的困境的同时 其实也有另外一种争议在起 也就是说很多人说 像这个职业球员 其实也不是国手 拉赞助拿奖金 这通通是天经地义的 为什么要靠这些小市民缴税来供养呢 只是我们不禁是不是也要思考 为什么拉个企业赞助在台湾 有这么这么的难 那么政府的协助角色 又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整个宏观来看 国内的人才留不住 那么国外的人才又进不来 这才是当前我们国家的最大危机 好 接下来我们都会为您一一深入讨论这个部分 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顾问有哪些 那么首先要欢迎的是我们的资深球评 在我右手边的是吴清禾 欢迎 大家好 马轩也好 另外是我们资深体育记者陈凯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继续为您介绍左手边的来宾 是我们职场达人葛文宜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大家都很熟悉的资深评论员周玉克 大家好 好 我们就先来看看 当然这是一个好消息 也就是这一次可以说是海峡两岸合体 台湾网球选手谢淑威 还有大陆女将彭帅 在温布端网球公开赛赢得了女双冠军 那么当然在温网网站上 也立刻引述了谢淑威的访谈 表示她是来自台湾 她很骄傲能够为台湾争光 不过政府对于她的帮助实在有限 像是我们看到了企业赞助好像也不够 那么谢淑威一年只有140万的赞助金 而立刻就有大陆酒厂向她招手 开架了一年近5000万台币这样的数字 当谢淑威的爸爸很感慨 他说希望政府或企业能够帮帮忙 那么如果到时候真的等不到赞助的话 不排除转机 所以没有把目标设定到太远 就是一场一场打 拿下昏网女双冠军 谢淑威写下台湾历史 赛后记者会上也不忘提到台湾 所以说到我们非常骄傲 能和好朋友拿下胜利 那是我们第一个大满贯头衔 就对台湾来说我想是一件大事 不过尴尬的是大档彭帅则说 对不起我还坐在这里 我不能接受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说法 彭帅认为体育归体育别扯入政治 不过谢淑威曾经亮眼也传出挖角风声 谢淑威父亲坦言 大陆早就有意招揽谢淑威 是带我女儿去亲海比赛 她们那边有一个酒厂对我们还蛮有兴趣的 她希望说我们不用在那边训练 但是她给我们经费 谢淑威在台湾获得的赞助 一年顶多140万 但大陆酒厂却开出一年1000万人民币价码 整整高出台湾40倍 这个条件也不错啊 你觉得台湾一年也不可能给那么多钱 那我当然是带着弟弟妹妹还有淑威去国会 去那边去发展 可能会是无奈的选择 职业网球选手国际四处征战 机票时速和聘请防护陪练员 一年基本开销上千万 但选手却等不到台湾战府伸出援手 归籍大陆打球尽管话题敏感 但大陆能开出高价码懒财 才是选手最实质的帮助 团阅室文理事件的名称台北采访报道 好看到这里心头又一惊 这个台湾之官会不会拱手让人呢 事实上不止谢淑威 在之前包括像卢彦勋 那么甚至高球女将曾雅妮 那么都一再喊出这个经费问题 那么更早他可以说是台湾第一人 已经入籍大陆了 就是撞球国手吴嘉庆 好当然这个台湾的市场小 是一个相当残酷的现实 但是呢这个谢爸爸说 其实只要一年有四五百万元 就够他们一家征战打球了 好我首先请教的是吴清禾吴大哥 就说拉这个企业赞助 在台湾赞助这些体育选手 真的有这么难吗 一年大概四五百万都没有办法 我觉得你要我证明去回答这个问题 我从事一辈子体育工作 你说要去找台湾找体育赞助难吗 的确难 的确难 即使你已经达到国际第一名了 很可能还是很难 今天我们在录这个影之前 传出来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桌球国手 他们得了那个双打的冠军 现在有人赞助他们了 那个也是 你看他都已经到兵营 要三十好几岁的时候 才有这个成绩 你说曾亚宁呢 曾亚宁他是打到国际 是国际上才赞助他的 台湾很多团体 政治团体也好 民营团体也好 尤其是政治人物 他们谈的不会去谈体育 所以因此呢 这种被重视的程度 就相对的减低 相对的减低之下呢 那个人家的那个财团 当然比较不会去赞助选举 但不是没有 王建民他虽然目前不是很好 但是人家宏基还是在赞助他 那并不是说台湾的厂商 他不愿意赞助选举 而是我觉得是我们有待开发这一条 在开发还没有的时候 你一直去骂他 我觉得生意能 你把他骂久了 你这么要骂我就不理你们了 这是我觉得会发生的 所以现在虽然是很困难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做 不要一直骂他 不要一直骂产业 不支持体育 不支持体育 我们产业不支持体育 我们的社会才不支持体育 我们的政治人物 才不支持体育的 我们的政治人物 哪一个支持体育了 我们的民意代表 国民党民进党 谁支持体育了 没有 等他们来支持体育了 才来说产业要不要支持 我们的条例上 没有对产业去赞助体育 有任何的一个优惠的 一个很实质的条例下来 所以你要让他们去赞助吗 我觉得先考虑一下我们的制度 目前来看到 就是一直喊了好多年 就企业界说 赞助体育选手可以 但是是不是有一些 相关的减税措施 这个目前为止到现在有没有 好像还没有嘛 喊了好多年 吴大哥 这个去问王金平好了 问立法院好了 问他们好了 现在在问我们 我们骂的没有用 我们体育好 他们好像好在棒球而已 买票可以抵税 买票可以抵税 买票可以减税 这个是 目前只有这样子 那个是骂出来的 那个是争执了好久 那个几乎是翻脸翻出来的结果 不是现在的人的功劳 是以前的人的功劳 那你说现在呢 现在我刚刚又回到那一句话了 我们的政治人物对这个东西 他搞不清楚 我讲个难听一点 我们的双打 为什么可以台湾跟中国大陆去和 问十个政治人物 看他们几个能够回答 回答出来的 我觉得很可能我们体育哪一天会有改善 好 那就除了这个政府的政策呢 事实上也要协助 就是说在企业来讲 要投资我们台湾的 这些体育选手的这个部分 那对企业本身来讲 当然我们知道嘛 难免在商言商 那另外一方面 是不是也要有一些 就投资眼光的问题 很多人说 应该要雪中送炭 而不是锦上添花 尤其你在赞助这些台湾 他可能有未来可期的选手的时候 应该在他最需要经费的时候 提供给他嘛 对不对 而不是等他 比如说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他可以达到国际的积分赛了 之后才去赞助他 这样一个锦上添花 所以我想要请问陈凯 是不是这也是当前的一大问题 其实我想这次的 谢淑威他已经是 他本来就已经是世界排名 前30名的单打 双打是前10名的选手 他已经到了这个顶尖的 这个世界顶尖的这个J之灵 他去年加今年 我光说他们奖金加起来 到目前为止 今年才过了一半而已 奖金加起来 已经超过台币3300万了 光是比赛奖金 我先不讲赞助多少 他拿办法赞助另外一回事 但是光是比赛奖金已经这么多了 但是他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别人帮助 我要提一个 过去我们很感念的一个公司 就是四维交代公司 这个四维交代公司 事实上在谢淑威 还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 就一直的赞助他 当然金额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因为企业经营 每一年情况不一样 后来四维还陷入一些法律的问题 所以但是呢 是一直长期的在赞助谢淑威的 所以说并不是没有企业 有这样的兴趣赞助 只是说我们常常在谈到 国内的赞助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会回来问说 如果我是一个企业 我去赞助一个选手 一年三百万四百万 我有没有这样的价值回收 我能不能得到三百万四百万的 媒体曝光 能不能得到社会形象这样的效益 目前来讲 台湾真的说实话 除了棒球跟少数的篮球选手之外 其他的比较冷门的运动 你的选手就算是打到世界第一 你刚刚庄志愿陈建安打到金牌了 他们有没有办法产生这么大的企业赞助 有没有办法产生这样行销效益 我个人来说是没有的 那这是什么原因 一方面当然是我们企业界 还不太敢去投资 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的社会 老实说对体育 对运动来讲 是稍微是冷漠了一些 对我们的选手的 打拼的选手来说是冷漠一些 民众的冷漠 造成官员的不赞同 不重视 官员的不重视 当然钱就不会再下来 所以这个是一整个循环 一个大环境的问题 好那当然国家 当然是政策的 也是责无旁贷的 那么我必须承认说 我们的政府世上没有为这个培育 体育选手投注更多的心力 那甚至呢 把这个重心都放在 所谓的主流运动 和奥运的重点项目上投 好比如说以这个网球来说呢 基本上是职业运动嘛 因为在社会上也有这样的声音说 本来你就是打职业赛的 所以也比较偏重个人色彩 你要说商业色彩也罢了 好所以职业选手 他如果伸手向政府要钱的话 有些人觉得说说得过去吗 还是说他们应该趁这样子 他们已经打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国际舞台上这样子一个高度的时候 反而应该建议台湾政府说 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加强的是 体育人才的基层培养 还有改善基层环境 所以这个问题先请教Coco姐 这个问题已经好几十年了 他好像并没有非常脅迫式的进步 刚才清禾说 我们的官员不重视体育 那马英九一定很伤心 觉得他很冤枉 因为他从市长任内 他就在台北市推了12个行政区 都有运动中心 我们很多运动中心都非常的豪华 而且还都还在市中心 然后停车也很方便 收费也很简单 然后这个里面呢 都还有一些基本的设施 可是我们这个大的环境 比方学历至上论 它很难这个让体育变成一个 这个非常普遍的一个 大家认可的一个 一个专业的行业 那第二个其实这个运动员在其他国家 当然因为他市场大 他要把它当成一种这个行销的行业 那我认为我们的比较困难的是 像庄志渊他们啊 曾雅妮啊 什么谢淑薇啊 张永然这些都是明星 可是他每次都是在一个鞭炮 得到的这个名次之后回来 我们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运动员的经济制度 就是我们国家没有培养非常好 像蔡依林跟周杰伦都有非常好的经纪人 经纪公司 那我们没有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让他明星化 我自己觉得这一点 大概这个葛文艺小姐 他们可能可以发展 因为现在我跟你说 北京他们已经套用了美国的做法 跟这个韩国的做法 他开始推这种经济制度 其中还包括了运动员 那如果将来他们在这个华人地区 推出这种运动员的经济制度的话 那我们所有的好手都很容易的 被他推成华人的高手 那就很难讲 他会不会是中华民国台湾的选手了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指望政府 而且我也不认为我们去批评政府有效 那至于企业界 我觉得企业界他有一个 企业界做任何事都是将本求利的 那像台新金跟曾雅妮的关系 那是因为前任的总经理林克孝 他看到这个在世的时候 他自己喜欢登山 然后看到曾雅妮这么优秀 他也他们大家都支持运动 所以曾雅妮在好像求救于总统府 那段时间不是还发生某些 这个给人家感觉批评 那他们就在两年 把三年前就提供了曾雅妮相当程度的 这种好像代言的赞助 那最近他也说要这个支持他 那曾雅妮他也把他的奖金 一部分拿出来做公益 我觉得这些做法都在道德的基础上做 或者说在为国家做事的基础上做 他如果不是一个非常良善的一个商业的市场供需的这种制度的话 那很难让我们的运动员明星化 你像青岛这个酒厂他多厉害 他可以立刻开一个价码 那个价码他知道他打破这个敌手 这个这个没有对手 但是我今天早上就想到了你青岛啤酒什么了不起 我们还有个金门酒厂呢 我们的青酒不是很厉害吗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企业界并不是不愿意提供一些赞助 只是你知道企业界人是想很多 比方他多提供的赞助 会不会让人家觉得他钱太多了 要收点税 或者是他在某种程度上 企业界将本球里在政策上 跟政治的关系上 他都认为应该有一个极大化的收益 这个才能够说服他 那我们的政府现在的政府 他又不愿意跟这些企业家 做这种非常良善的关系 所以使得很多事情变得非常单一 那事实上一大犀牛 当时这个林一守先生 要不要买新龙牛的时候 其实背后的力量是来自 政界人士对他的苦劝 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 是一门这个赔钱的生意 那没想到现在做成了一大犀牛是冠军 而且还赚钱 所以我觉得用道德诉求没有用 你还是用市场 那市场诉求就让制度化 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一下 别的国家的这个做法 或商业的做法 至于这个谢淑威 要不要拿这一千万人民币 我觉得这是他个人的决定 那我倒是劝共产党 这个中国大陆当局 你如果真的要把台湾的 球员啊什么明星拿过去 你最好先在这个国籍上面 少做点文章 然后你顾及到台湾的社会的情况 恐怕会交流的更好 我保证未来所有的领域都是合的 连我们传播界将来也要合 这个一定是海峡组合 才能打遍天下无敌手 好那回到这个问题来看看 你说骂政府没有用 好那我们就寄望从民间做起 那我觉得COL姐 刚刚提出一个观点很棒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让我们的选手 运动员明星化 要有一个经纪人的制度 没错我们希望之后有更多 有无数个王建民嘛 所以我想这个文音乐 你自己本身在做猎人头这一块 所以对人才各个领域的人才 其实你有非常深入的思考 是 其实坦白讲 我协助很多中高阶的主管 包含金融产业 科技产业 那他们会透过猎人头公司 来去转换工作 其实这一些可能年收入 可能上千万的人 他不会透过104或其他一些 人力银行的网站去找工作 所以他就会变成 透过所谓的黑亨特来去找工作 那他会跟我们保持 一定还不错的关系 因为我们会很清楚知道 他的优势 那他过去在职场上 什么一些成功的经验 那怎么协助他 在下一个工作领域上面 可以做得更好 那回过头来讲 我们今天的主题 其实在国外 所谓这些经纪人 已经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了 那只是在台湾 其实老实讲 我们的明星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尤其是这些运动明星 所以没有人专门协助他们 去做一些 包含谈判沟通 那我相信我们的企业 其实并不另于赞助这一些 只是有没有一个好的管道 去协助他们 找到一个方式 跟企业做沟通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 还没有在很市场上 很普遍的情况之下 没有人出来做这样的工作 那像以过去 我们在协助一些 中高阶主管在转换的时候 他们已经很习惯 透过猎人头找工作 所以他们会很清楚知道 好 我的履历交给你 那你会很清楚知道 我现在的年薪 我现在带领的团队的状况 然后我现在 在这边的工作的一些内容 那下一份的工作 再去看的时候 一定会协助他更往上去看 那比较可惜的是 我觉得在这一块 其实在大家的工作上面 其实已经很普遍了 但是在我们运动员选手上面来讲 并没有这么广泛 再去做一些协助 所以这是我目前看到比较可惜的部分 好 的确我们看到 一个谢鼠卫赢球 其实也让我们很担心 害怕会不会又多了一个 精英的运动员出走 好 我想不只是这个体育人才的流失 包括现在台湾当前的困境 还有危机 也就是台湾内部留不住人才 而国外的人才又进不来 好 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下来 要讨论的重点 稍后继续回到新闻线上